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百二十三集 这几位庆国朝廷中枢的元老人物 面色平静 眼观鼻 鼻观心 打死也不肯做第一个跳出来得罪犯家的人 虽然从朝廷利益出发 他们都认为户部是需要查一下 但这些人与范贱的交情都不错 加上以为既然是举巢都在怀疑户部 总有人比自己先忍不住气 没料到 大人们的氧气功夫都着实不错 半赏之后 竟然仍然没有人开口 运输房中陷入一种尴尬无比的沉默之中 太子殿下看着古怪的这一幕 心里忍不住好笑起来 心想诸位大臣只求安稳 却没料得这副做派只怕会让父皇心里越发的不痛快 此时正是他卖好的时候 他赶紧咳了一声 用目光看了看书大学士 书大学士一愣 也发觉这事情有些微妙 皇帝问话 自己这些大臣居然没有一个敢回话 这让陛下的脸往哪搁呀 他赶紧开口说道 陛下 只来得及说出这俩字 皇帝压抑着的脑火已经爆发了出来 克斥道 要查护部的奏章是你们上的 他捡着身边的奏章挥舞着 怒斥道 这时候在阵面前摆出个死鸟模样的 也是你们 朝廷要你们这些门口葫芦有什么用 御书房中几位大人一聚 赶紧离座躬身认罪 苦笑不已 皇帝喝了碗银耳汤 略消了消腹中的火气 冷哼一声 挥手示意起人坐下 既然皇帝发了怒 这风头啊 也就明显了 书大学士与范府关系着实不错 反而觉得自己乃是一心未功 又不是与范尚书有私怨 加上他也不希望有人想借着清查户部一事打击范府 便领头说道 户部之事事关重大 此乃朝廷财政所在 一年用度尽从户部库房索取 虽说不知最近的传言从何而来 督察院御史们又是从何处得知 户部亏欠如此之多 但既然有了这个由头 总是需要查一下的 我看 陛下就看您的意思是准备怎么查 书大学士斟酌了一下言辞 微笑说道 这些年来呢 范尚书一直在户部打理 前些年虽然是侍郎 但因为老尚书一直有病在床 所以户部的事务都由他在总领 要知道户部一事 罪事琐碎 所以朝官们往往忽视了其重要性 打理户部 要立功难 要出事 确实太容易了 这不过是个熬苦活的苦差事 范大人主理户部多年 虽然无功 但却一直无过呀 这其实对朝廷来说呢 已经是大功一见 还望陛下铁量范大人劳苦之功 对臣下多是宽勉 即便要查呢 也不可过于轻忽 这话一出 所有人都知道书吴的立场 步步查是要查 但却不能搞成一团乱 而太子在心里更是冷笑一声 心想 书大学士这两段论 倒是漂亮 既然不知传言从何而来 便是暗示着户部纵有窥欠 或许也只是朝中有人想借机 如何如何 胡大学士呢 胡大学士呢 即门下中书省大人们的归程做事 往户部调银时呢 往往美多不顺 但公务不爱私论呢 臣并不以为户部是在刻意为难本部署 或许啊 户部那面真的有时候会挪转不变 此乃诸心之论 户部若没亏空 怎么会出现挪转不变呢 紧接着 立部尚书 言行书也立场鲜明地表明了态度 自己司管立员考核 人员任免的执司 当然建议皇帝应该扯查户部 若有问题则罚 若无问题 也好让户部受的压力小些 皇帝听着这些大臣们 遮遮掩掩的话语 心里略感厌烦 背头皱了起来 用手指轻轻敲了敲平榻上的矮记 指着机上那几封薄薄的奏章说道 江南来的奏章 你们几人看看 姚公公脸声凝气地上前 接过奏章 发放到几位大人的手上 御书房中一时间就只听得见 大人们翻阅奏章的声音 与渐渐沉重的呼吸之声 两久之后 众大人终于互换阅读完毕 抬起头来 脸色都有些震惊 而书大学士和胡大学士对望一眼 赶紧将头扭了开去 都没有掩饰住自己心中的深深忧虑 如果奏章上面说的事情是真的 范尚书的胆子可真是太大了 江南路御史 郭征尚书 范尖在内裤招标之士中 选了一个姓夏的傀儡进行操纵 同时提供了大笔银两 让他姓夏之人进入内裤门 一方面让姓夏之人 夺了行北路的六项火标 另一方面 也让他与皇商们对冲 硬生生将今年的标银抬了起来 皇帝平静的声音再次响起 冷静的就像是在说一件 与自己完全无关的话题 我正怀疑 范尖手中的大批银两 是怎么来的 皇帝望着诸位大臣冷笑道 朕也在怀疑 他范贤纵容手下与皇商争立 这事暂且不提 但是哪位大臣能告诉朕 这么多的银子 他从哪里来的 疏无喉咙发干 有些说不出话来 这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朝官认定了户部亏空的树木 一定非常巨大 原来是因为江南的问题 皇帝的意思也明显 范贤能够全盘掌握内裤开标的局势 并且用自己的手下暗中掌控了行北路的六标 牵涉此事的巨大树木银两 只怕是从户部从他父亲的手中掉出去的 大臣们沉默着 这时候他们不是在怕得罪犯上书 而是依然沉浸在这种震惊之中 看奏章的落款应该是昨天夜里到的皇宫 陛下应该早就知道内裤开标中 范贤用了一些不光彩的手段 但是皇帝陛下 牵牵在朝会上的喜悦神色 又不是作伪 陛下的隐忍 陛下的身谋远虑 果然不是臣子所能擅自猜存的 或者说 陛下很喜欢范贤为他挣银子 却很不喜欢范贤用朝廷的银子 为他挣银子 朝廷的银子只能皇帝懂 谁都不能擅自懂 看来范家这次 是真的触动了皇帝的逆龄啊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 严道之为您播讲的 长篇穿越小说《庆余年》 休息一下 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一片平静之中 二月份才被再次允许 入御书房旁听的二皇子 温笑说道 过去 儿臣有话要讲 讲 皇帝冷冷说道 二皇子柔美的脸上 浮现出镇定的微笑 对诸位大臣行了一礼 轻声说道 儿臣与范提斯有些怨怼之处 但儿臣不敢因此事 而不表意见 儿臣以为 范贤既然远在江南 有钦差的身份 自然无人扯肘 而他纵使属下 且朝廷之淫为己用 是为大罪 互不撕掉国躺 下江南更是 意尽谋反了 这是在定基调 明明所有人都知道 他是在针对范家 但谁也无法反驳人们 一直沉默着的大皇子呢 忽然开口说道 阳南路御史 郭征 与范贤有救援 当年在刑部大堂上 险些被范贤打了一记黑拳 说完这句话后 他就再也没有继续开口 书大学士坐在凳子上一听 心到 对呀 这可是必须抓住的机会 不然如果真按 郭征奏章所言 不止户部要大乱一场 江南范贤也没有什么好结局呀 两方一乱 真不知道 有多少人头要落定 清国朝廷如今 可是不能经受 这么大的折腾啊 他赶紧顺着大皇子的话 笑着说道 陛下 郭征此人 老臣 不怕言语无装 也要多言一句 此人浩大喜功 多行望贤之举 去年才被陛下贬去江南 难保他不会因为 与小范大人夙愿的关系 刻意地夸大其事 构陷害人呢 夙愿二字一出 所有人都忍不住 看了一眼 与范贤 有夙愿 这个最深的二皇子 二皇子虽然脸上 依然保持着 清美的微笑 但实际上 脸皮已经开始发热了 用忧愿的目光 看了一眼大皇子 他自幼于 大皇子兄弟情深 浑然不明白 为什么如今大哥非要站在那个野种那边 书大学士的话说完之后 皇帝点了点头 就算他心里边有些别的想法 也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再说什么 因为去年为了范贤大闹刑部的事情 朝廷将多察院佐都御史 远远地发落到了这个江南路 所用的借口就是 此人好大喜功 德行博家 天子金口说过的话 自然如今吞不回来 只不过当时 皇帝是要安抚范贤 如今呢 皇帝却是想借郭征的奏章做些事情 被书大学士这么堵了回来 心里不免自嘲地笑了 心想啊 这算不算是自己挖的坑啊 自己往里边跳呢 不是 还有位公公去了江南吗 太子这时候跳出来 显示自己的愚蠢 呵呵笑着说道 父亲 虽然不能相信 御史郭征的一面之词 但等那公公回来一说 就知道江南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此言看似稳妥 持终 实际上却有些阴坏 公公会怎么 匪坏范贤 还不是皇宫里太后娘娘的一句话呀 太子对于这件事情是有信心的 皇帝瞪了他一眼 冷声说道 太监的话怎么能信啊 祖训在此 你不要忘了 太子 懦懦地不敢再言 一旁服侍的姚公公 沉默不渝 面色不变 等着学情的走章吧 皇帝闭着眼 沉重地呼吸了一次 御书房内 众人纷纷点头 心想堂堂一路总督说的话 自然要更加可信一些 一直没有表态的胡大学士 这个时候终于开了口 说道 既然如此 那江南的事情 再放一放 若说真有这种事情 臣实在是不敢相信 称如先前二殿下所言 如果真有人撕掉 国躺下江南谋利 真是寂尽谋反啊 臣相信 范尚书断不是这等 丧心病狂之人 不过既然江南路御史 与某些地方官员 上了走章 朝廷也不能不管不问 关于户部的清查 确实应该开始进行 一来是要满朝文武 百官的心头福气 二来也是要清洗 范尚书所受的这些指责 对于门下中书的这几位大学士 庆国皇帝还是保持着表面的尊敬 唯唯臣吟后 点点头 忽而自嘲笑道 即便做出这种事情来 也算不得是丧心病狂 只是 朕有些好奇 诸位大臣想过没有 究竟该怎么查呢 虽是唇角泛着淡淡的自嘲笑容 但御书房内众人的心头却是无由一寒 听出来了 陛下确实对范尚书的意见很大 只是众人心中都不明白 一向深得圣宠的范府 为什么突然会成为陛下不喜欢看到的地方呢 范剑究竟在哪里得罪了陛下呢 而皇帝最后问的那句话 也让大臣们哑然一片 根本不知如何应对 庆国的朝廷 用来监察立志的是两个系统 一个是严官便是那些挨惯了停仗的 督察院御史们 一个系统当然是权柄无比之重的监察院 督察院属于预防贪腐机构 有封严奏势之权 所以先前江南路御史郭征 才敢没有丝毫实据的情况下 上奏参合范贤私动国堂 纵下入库与商争利 而监察院呢 则属于事后的查击机构 权力极大 经过陛下授权之后 可以对满朝文武百官进行审讯 在一般的情况 如果六部中哪部出现了问题 前去调查此事的当然就是监察院 三坪以下的官员 他们都可以请去 那个方正灰黑的建筑里边喝茶 事情查到侍郎上书一级 则会再次请旨 要求特权 一级一级地查上去 户部有亏空 按道理 也应该是按这个方略办 可问题是 如今的监察院 上有院长 下有八处 那位不良余行 令百官惊惧的陈平平 陈院长大人 却已经好几年没有亲自办案 最近一年呢 更是基本上都待在京外的陈元 不再适室 而如今的院长与八处之间 已经多了一个位置 一个十分强大而特殊的位置 监察院提私 范贤 范贤如今已经拥有了整个监察院的调动权 除了人事任免之外 和陈平平的权力相查无几 如果让监察院去查户部的亏空 啊 这 约书房里边的这些大臣们 纷纷地打摇起头 心想 让儿子去查老子 能查出问题来才叫见了鬼 这事情若是传出去 只怕北齐 东夷 和这些天下的百姓 都会将这件事情 当成庆国官场上最大的笑话来看待 书大学士苦笑着说道 看来 这次要让监察院比闲了 只是一时间 陈也不知道 应该如何安排清查户部 他旁边的几位老大臣连连点头 既然要查户部 就得认真的查一下 不论是想打倒犯贱 还是想清洗犯贱身上的疑点 都需要用认真的态度对待 而不能 变成一场儿戏 皇帝却在此时 冷笑了一声 说道 为什么 不以旧年规矩啊 这 书大学士连连叫鼓 心想明明白白的事情啊 皇上你为什么非要装糊涂呢 犹豫片刻后 钟还是鼓足了勇气 说道 陛下 小贩大人 毕竟是监察院的全权提私 如果让监察院查户部 这事情传出去 那恐怕影响不太好啊 就让监察院查 皇帝冷冷地说道 同时 吏部 刑部 大理寺派员相助 你们再选一个领头的 出来总领此事 既然要查户部亏空 那是几个人就能做成的事情啊 御书房的大臣听得明白 所谓派员相助 其实只是监视监察院罢了 只是众人真的不明白 既然陛下心里已经确定了 由吏部刑部 加大理寺清查户部 却非要把监察院 拖进这潭水里面 亲爱的听众朋友 感谢您收听由 闫道直播讲 时光后继婚姻的 长篇穿越小说 静于年 如果您喜欢这个故事 欢迎点赞 转采和打赏 本集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 执本